花蓮致力土地友善及綠色永續 花蓮更堪稱為是全台灣有機農業首都 新黨習仲偉表示說 花蓮縣農業處三年來持續舉辦農產品牌包裝及品牌輔導設計 透過品牌包裝來傳遞產品價值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花蓮美好 同時也在芙蓉飯店舉行了輔導設計成果發表會 花蓮有機以及友善耕作 家總面積達到3447公頃 對於農民的新勞耕作需要透過包裝設計來呈現 三年來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持續辦理農產品的包裝 以及品牌輔導設計 希望透過專家的協助建立花蓮農產品的整體品牌 爭取更大的市場銷售量 能夠讓花蓮的特色不斷地在爬梳當中 不斷地讓我們的農友越來越了解 我的黃豆可以怎麼去販售 有什麼故事 我的這個 我的稻米 有哪一些的特色和其他縣市不同 所以今天有這麼多的Pantone 這些色尤其是三鄉鎮 我想這也是可以給未來的鄉鎮市首長 來做參考 我想這樣子會更加的力度會更加的大 透過包裝設計與產品行銷 加大商品在市場中的購買率 藉由公開征選的方式 由專家委員評選 經營現況發展策略以及市場的潛力 其實我們花蓮有很多好的農產品 有很多好的農產品 但是欠缺了美學 欠缺了一個好包裝來讓我們加值 讓我們銷售到台灣以及銷售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現在有非常用心 透過農業出的方式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能夠有機會 讓我們小農能能夠讓他們參考 加值 今年選出10家業者 參與本次的輔導計畫 並且以花蓮在地的色彩DNA 製作專屬的輔碼 希望透過色彩 讓消費者認識花蓮 讓包裝設計更具故事價值 讓更多的人認識花蓮的美好 這些的凝聚的力量以及成就感 能會化為我們產品行銷的動力 記者凌結花蓮市採訪我的好